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就是受朋友影響更多 一来吧,又是自小 一人出来吃,工作早上工作 由多少岁开始吃,是甚麼 11、12岁 当时,觉得很悶,可以上去吃烟 有些吃烟后有些成熟感 那些吃烟 由于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吸烟 所以他们的吸烟历史也是相当惊人的 其实参加戒烟班的人 大部分以前都试过戒烟的 但是因为不够行心 和缺乏了适当的指导 最后又照样吸烟 而他们今次立心参加戒烟班的原因 主要就是为了健康的问题 五日戒烟班是由基督、福林安息日会 和联合医院健康教育组 在秀茂平21座开设的 任何人只要是决心戒烟都可以免费参加的 戒烟班主要是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主持 采用讲授的方式 逐日向参加者灌输一切有关戒烟的知识 我们的戒烟方法就是帮助一群戒烟的朋友 在心理上要克服戒烟 亦都帮助在饮食方面 和整个人从心理的控制 以后再到生理影响心理方面 多方面来的 例如我们第一晚开始的时候 就是教这些预备戒烟的人 在第二天的时候要喝多量的流质 目的就是将这些尼古丁从身体上冲洗去 事实证明五日戒烟班开办以来成绩美满 例如戒烟班在两年前成立至到现在 一共办过六期的戒烟课程 虽然最初有109个人报名参加 而后来就只是有50人真正到来上货 但是在这50人之中最后完全戒得了烟人的 就有46个成功率达到九成以上 由于戒烟班深受欢迎 所以参加的人一直都有增加 而他们又是来自各个阶层和年龄的 例如有退休的教师 就先看看吧 的士司机和家庭主婦